八歌為零硝花 分為兩集 第1集畫八歌 第二集补上凌霄花完成 两只八哥 飞在凌霄花的上面 所以我们取名 翱翔凌霄 翱翔凌霄花 翱翔凌霄花 画鸟的时候 我们先从鸟的嘴巴开始画起 再来加它的鼻孔 然后再来补眼睛 眼睛画好之后 我们顺便把眼眶周围的羽毛先画出来 那主要就是先控制好这个眼睛眼白的部分 不要让墨晕进去 接着我们画头上的羽毛 再画下巴 再画下巴 再画这个 它的灌毛 它的灌毛 靠近嘴巴的地方 再画它的背部 这个翅膀是往下 然后再画下的姿态 这个翅膀再往下的姿态 再来加它的飞行椅 然后翅膀有一段是白色的羽毛 我们刚刚锅的是白色的羽毛的部分 在尾巴 在尾巴 再来是画胸腹 再来是画胸腹 这是另外一边的翅膀 它的大腿 我们调折黄 我们调折黄 折石加藤黄 就是折黄 准备画它的脚 八哥的脚 年轻的八哥 跟年老的八哥的脚不一样 年老八哥的脚会看起来比较粗 它那个皮会这样子 好像松树的皮一样 蓬松蓬松的 会变得比较粗大的感觉 比较年轻的就比较贴在一起 先点关节的地方 再来拉下来再画它的脚趾 再画另外一只脚 再画另外一只脚 趁着胃干 我们加它这个 一节一节的感觉 还有爪子 还有爪子 然后我们接着要补另外一只 然后我们接着要补另外一只 优优独播剧场——YK 我們現在選擇的位置在這一隻的下方 然後比它再稍微淺一點 因為不可能在它的後方 因為後方會發到紙的外面 在紙的上方 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